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室内的植物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在家里面如果摆一些假花、假草会不会有问题呢? 摆这些假花、假草会不会遭引一些虚情假意或者是烂桃花呢? 那答案是不会的 那家里如果我们摆少许的一些假的植物 我们说让家里看起来更加漂亮,我说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把整个家摆到通通全部很多到处都是假植物的话呢? 这样就会有风水上的问题 我们叫做聚会、囤积会气是不好的 那反而如果在家里摆一些室内的植物是好的 那为什么呢?这个室内植物本身是有生气的 那如果你进到一般上如果能进到我们的office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的office为什么你待了不想走 那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植物 再加上当然一些风水布局 这植物本身就有生气 让你感觉到生气勃勃、有能量 所以在家里的客厅或者饭厅 摆一些小的室内植物绝对有利于我们的风水 好,但是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如果你在你的睡房摆放室内植物 反而是不太理想的 因为从科学角度而言 所有的植物呢在晚上是散发二氧化碳的 那如果是在白天的话呢?它是放这个我们说这个氧气的 所以如果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旁边有一个植物 反而是不太理想的 那这个室内的植物还有一个很大的用途 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煞的时候 我们用来挡煞 那挡煞挡久的这个植物一般上你会看到刀都会哭死 那有人就问啊 师父这样这个植物哭死怎么办? 我说植物哭死总好过我们的人啊 被这个煞气给它煞到啊 所以这个植物本身就被我们挡煞 比如说在门旁边的这植物有煞气的话 如果哭死了怎么办?就把它换掉 因为它帮我们挡得上 所以室内的植物呢一般上我们说不要尖尖硬硬的 因为尖尖硬硬本身啊就有煞气 那第二呢就是不要攀腾的 因为攀腾的呢也代表说口舌是非会比较多 那第三呢不要开花的 那一般上开花的话呢我们说啊 也会它需要大地的精华 一般上在室内也没有办法开花 所以只要符合这个条件不要太多的话 刚刚好的话绝对能够提升你家里的生气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让你更加了解植物在风水上的用途 我是罗一鸣 风水大智慧小常事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